大家好 我是愛語言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 元神48 荷葉與森林的答案 開門解開試鏈 西木蘭卡任務 做完了之後 你來到 伺服森林正上方這個 傳送錨點傳過來 然後就會自動接取到這個任務 叫做荷葉與森林的答案 接著過來之後 小地圖右下角 小地圖下方 來這邊 NPC對話 這邊對完畫之後 來打開地圖 來到我們右手邊這個 傳送錨點 傳過來 這邊對完畫之後 我們來右邊按一下T鍵 這裡的話 我們先把裡面這個封場打開 然後來這邊左邊 點一下下降水柱 下降完水柱之後 然後呢我們先來到左側這邊 然後 按鼠標左鍵啊 這裡給它丟過去 然後一字形穿過 然後來到右側這裡 好 鼠標左鍵回收 好 接著我們看向地圖右邊 小地圖右下角 然後這邊 跟著任務直行走啊 接著我們看向地圖右邊 小地圖右下角 我們按一下T鍵 我們按一下T鍵 好然後這邊升起水柱 然後我們 給它丟上去 把上面這個封場激活一下 好激活完了之後呢 看向小地圖左邊這邊 這裡也有個這個花 小地圖左邊這邊 第二封場激活一下 然後我們站在這個位置 一次性穿過這個花環 往前丟一下 好然後我們站在這個 這邊有個那個跳台 升降台啊 好 我們站上去 站著不動 然後回收 水柱左邊點一下回收 這裡的話會有個寶箱 這是個任務必拿的寶箱 必拿的寶箱 反正任務過不了 好這邊對話之後呢 我們 看一下小地圖上方 這裡有個鳥 拿一下 然後看一下小地圖上方 這邊也有一個這個 風車 也不是風車吧 總之你把它激活一下 激活完了之後呢 再看向小地圖左邊這邊 抬頭 上面這裡有個風車 然後再看向小地圖下方 這上面 也有個風車 好 我們交互一下這個鼓啊 然後這邊點一下下降水柱啊 好這邊下降完了之後呢 來到右側這個位置 這邊我們點一下試試這邊的鼓 然後點一下下降水柱 總之把這兩個都下降下來 好都下降下來 然後我們站在這個位置 站在這裡 然後 一次性穿過 穿過就是風車 然後丟一下 丟一下然後過來 然後我們再站在這個 升降台這裡 站在這個升降台這邊 好帶上來之後 我們鼓標左邊點一下回收 好 好 接著就是一段 非常夢幻的遊場啊 大概就是會帶著你在四目 藍卡這邊環遊一圈 然後我這一段直接把他跳了 總之他會帶著你這邊遊場一周 然後我這一段我就直接跳了 好 然後這邊斷畫之後呢 會有一個任務寶箱 這邊的話應該開圖我們就全部開完了 好 接下來我們可以正式開始做一條龍蒐集 好 接下來我們可以正式開始做一條龍蒐集 我們會有一個名字